你好 欢迎收看10月2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2023台湾原住民慢食博览会即将在这个周末举行 以意大利国际慢食组织的优质纯净公平为基本核心 与台湾原民对待食材的精神还有文化不谋而合 而27号下午在县府大简报室签署合作备忘录 期盼未来双方都能够继续推动原民慢食产业的政策依据 逐步在花莲形成亚太地区原民慢食中心 而今年更有别于过去 在美伦山的树林步道间办理国际慢食论坛 以及慢食厨师料理示范 还有慢食市集 就是希望透过与大自然环境的亲近 让民众更能体现原民慢食的精神还有理念 连续办理第三届的2023台湾原住民慢食博览会 即将于10月28到30日三天 在美伦山原住民主野菜学校举办 7月的记者会启动在地论坛慢食百人收听 好味酝酿百人分享及美威方舟活动等 10月27日下午在县府大简报室 与意大利国际慢食组织等一行人相见欢 并签署合作备忘录 邀请民众与大自然亲近 体现原民慢食的精神与理念 今天这个MOU的签署是在保护他们原住民的饮食文化 能够持续永续不断地连续下去 因此我们需要联盟和华联盟 例如华联盟政府 为我们能够成为其他社会计划 为其他社会计划 进行选择 进行选择 国际慢食论坛 或者是我们在做国内的慢食的时候 也希望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的我们的这个大厨 或者是推动慢食的主理人 策展人都能够到常常到花莲来 毕竟花莲是亚台慢食的基地 以意大利国际慢食组织的基本核心 优质纯净公平为主 结合台湾原民野菜丰富的饮食文化 传达原住民在地球上保存了生物多样性重要的位置 除了市集 还有国际论坛及现场料理示范等 与台湾原民厨师交流并分享给花莲民众 期盼让更多人了解原民文化 欢迎对原民慢食有兴趣民众 乘以国际饗宴 记者长方燕华临时报导